大家好, 又是我漫畫狗, 歡迎又回到天水之笑道機 在玩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按讚我, 分享我的頻道 甚至按鈴鐺, 讓我繼續努力拍攝這些影片 不要說太多了, 看看今天的影片 又回來了, 今集是玩暴震版 探索目標是通過, 獲得8000 我不知道是累計, 還是一通過 獲得支援, 如果是累計的話, 都很輕鬆 我們先換個面具 在上面還有一隻 在上面還有一隻 在上面還有一隻金色版 在上面 在上面 先殺掉他 看到了 搞定 拿到支魂 又有另一個反應 這個需要找人扔他過去的 那就是完了 因為沒有了 這裡可以試一下 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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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這樣逼他 搞定 力量薄片 很討厭 很討厭 這遊戲的攻擊 是非常準的 預測的位置 明明是 預測到你會在那裡 落點 所以很討厭 還要落到你 還要落到你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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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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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攻擊你,好像已經在後面了 他好像不知道你在後面了 所以我真的很討厭這類型的技術 這類型的技術設計太可怕了 而且他會不停閃避你 好,我們看看成效如何 哦,整關木拍收藏三千多 即是要打三次才能完成 我打完所有的技術,但也只有三千多 不是我控制 我發現對付重型的敵人 用這些硬地去連擊的技術是很有效的 相反這些,用這些速度型的攻擊是非常有效的 好,完成了 收藏木拍夠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如果覺得好看的話請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希望下次再見到我的影片,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